第九百九十九集 管家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今日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人影 他让近视丫鬟去找找管家 结果丫鬟气呼呼地跑回来说 公主 管家跑了 听说是昨儿夜里跑的 还选走了府中不少财物 咱们要不要派人去追 但也出不了城 他应该是一大清早出的城 现在去追还来得及 淳于轩也是生气 但还是摇了头没有让追 直说 跑去跑吧 卷走的财物 就当是我送给他的 毕竟他这些年 也为府里出了不少力 再看向自己的丫鬟 你要不要走 如果你也想走 我也会给你一笔银子 你带着银子回老家去 总比跟着我敲 丫鬟摇头 奴婢不走 奴婢四岁那年就伺候公主了 公主就是奴婢唯一的亲人 奴婢哪儿都不去 昨儿晚上公主说 想在大婚之后 跟青阳公子离开凤乡 那奴婢也就跟着 不管去哪里 公主和驸马 总需要人伺候的 小丫鬟 小丫鬟很坚决 淳于轩没有再说什么 就坐在椅子上 一口一口地喝茶 他有些心慌 端着茶碗的手 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动 总觉得要有事情发生 且这件事 跟他与秦阳的大婚有关 多少年了 嫁给秦阳公子 是他的梦想 如今梦想就要成真了 可他却生不出一丝欢喜 明日就要大婚 府里的洗房也布置好了 嫁衣也送到了 所有该准备的一切 也都准备得当了 但是府门却被堵住了 秦阳还能进得来 圣院公主府吗 还有他二叔 明天父王能不能把二叔 从死牢里放出来 八征补出四方恶煞的卦 起初他是不信的 但想想 能让二叔来观理他大婚 他便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但眼下 他却信了八征所言 因为他觉得 堵在府外的那些人 就是恶煞 就是要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来清洗他的 他放下茶碗 抓了一把身边的丫鬟 派人进宫去见我父王 让他现在就把二叔放出来 送到咱们府上来 就说 恶煞已经来了 公主府快要压不住了 得把二叔请出来镇压 丫鬟吓了一跳 恶煞来了 在哪里 公主你在说什么呀 哪里有恶煞 就是门口那些人呢 淳于轩急得直垂桌 那不就是恶煞吗 从四面八方而来 围堵了我的公主府 不是恶煞又是什么 这种时候 只有二叔才能镇压得住 必须得把二叔请出来 小丫鬟有些为难 倒是有小门可以出去 但是国君陛下能同意吗 死劳里那位可是前太子啊 是陛下最在意的人 说好了明日才能送到公主府 怎么可能现在就给放出来 你不去说怎么知道不可能 淳于轩急了 刚刚还说要一直跟着我伺候我呢 现在我说话你就不听了 赶紧去 如果我父王实在不同意 就去找八征 让他去说 丫鬟拗不过他 只得悄悄出府 坐了马车奔着皇宫去了 皇宫近日一直闭着宫门 但是圣运公主府的人 带着腰牌来 他们还是会放行的 毕竟圣运公主 是国君陛下最疼爱的女儿 从前皇宫都是 无条件对她开放 从来没人敢拦过 小丫鬟顺利进了皇宫 可是却见不着国君 因为国君病了 病得很重 有衣冠在诊治 身边只留了京洪夫人 一人在伺候着 不过关于公主府 有四方恶煞的消息 还是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 话是白京洪说的 他府在淳于奥耳边 一字一句地捅他说 恶煞已经到了 现在已经围了公主府 陛下您的病八成 也是跟那些恶煞有关 天象不可为 这种时候一定要镇压 只要镇得住恶煞 圣运公主的大婚 才能顺利进行 您的病也才会好起来 所以陛下 送前太子出宫吧 送到圣运公主府上去 全当是为了您自己 您现在的影集都已经好了 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可千万不能在这种时候 前功尽弃啊 今日送是送 明日送也是送 不差这一天 一切一大局为重 此时的淳于奥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满脸的皱纹 全身上下再没有一寸年轻的皮肤 头发全白了 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 就连视力都已经模糊 他想抬手往白京洪脸上摸一摸 可是抬起来的手不停地抖 控制不住地抖 他起初以为自己是中毒 可是所有医官来看过都否认了中毒这一说 他们查不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国君的衰老在他们看来就是正常的 是人类正常的衰老过程 但事实上当然不是 傻子都知道这里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是偏偏他们又找不出问题来 有人怀疑是中毒 又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 因为一来林寒生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会食骨 二来国君也没有中毒的表现 更没有中毒的痕迹 这一切都来得太正常了 正常的医官们找不出任何原因 可是他们又必须给出一个原因 否则就是无能 就有可能被处死 白金红的话让他们眼前一亮 于是医官们纷纷点头 哎 金红夫人说的是 陛下的病就是恶煞作祟 戈部皇宫 一队亲兵抬着阮驾往死牢的方向走 阮驾上躺着的是国君淳于傲 身边跟着金红夫人及一种医官 许多工人这几日都没见到国君 但也听说 国君陛下同金红夫人情意绵绵 一直都在秋风店里不出来 就是眼下 淳于傲被人抬着在宫里走 预照的工人 也一点都没把阮驾上躺着的这个人 往国君身上去联想 这哪里是国君 在他们看来 这分明就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头 可是宫里怎么可能会有老头 老头又怎么可能敢穿明皇的衣袍 工人们惊呆了 因为他们听到金红夫人 对着阮椅上的人问了句 陛下 出来凿则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您睁眼看看天 今天见了太阳 可不好久都没有见太阳了 一生陛下 惊了所有人 也惊了宫中飞鸟 一时间 飞鸟四起 碰掉了不少树枝上 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嫩牙 宫宴到如今才几日光景 国君怎么就老成了这样 照这样老下去 怕是没有几日就要归天了 国君归天视为驾崩 可是宫里头没有皇子 国君驾崩后谁来继承军位 皇宫里消息闭塞 人们还不知道凤香城的百姓已经找好了新的国君 所以他们很慌 他们怕宫变 怕国君突然驾崩之后会有起义 到时候 新的势力冲进宫来 肯定是要血洗的 而他们这些宫人 终将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成为一具具尸体 成为新王登基的踏路石 没有人不怕死 不管是宫女还是太监 他们都想要好好活着 可是眼下这种情况怎么活 每逢宫变 宫人必将成为牺牲品 所以没有人比宫人更期待新君是正常顺位登基 和和气气 平平稳稳 理所当然地继承国君之位 可惜 割部的国君之位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淳于傲在宫里走这么一走 所有的宫人都紧张起来了 即将发生宫变的事情在宫里传开 人人自危 而此时的淳于傲已经来到了死牢门口 亲兵停下脚步 医官们将软架靠背调整到一个最舒服的角度 让淳于傲靠在靠背上可以伴坐起来 死牢的全部机关 只有国君一人知晓 即使是在死牢里的狱卒 也指知自己行动范围内的机关 要想把死牢里的人带出来 必须由国君亲自将机关拆解 就比如说 当初前太子想喝江花酒 想吃烧鹅 有狱卒出去为他采买 但实际上 那个狱卒也只是把这个需求告诉给他行动范围之外的另一个人 然后一个传一个 买回来之后 再一个传一个 最终传到他手里 再由他转交给前太子 还有曾进入过死牢去给淳于诺看诊的医官 那时被蒙了眼睛 辗转周折 绕了一圈又一圈才被送进去的 看诊治病过后依然是蒙着眼 稀里糊涂地被送出来 死牢里的人是不可能串供拼出一个完整的机关图的 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把控 每一个狱卒在一段时间内都不可以离开死牢 有的是一年 有的是三年 就一直守在死牢里 不能回家 更看不到外面的太阳 至于到了期限之后放出去 也没有人知道那些狱卒去了哪 是生是死都无人得知 所以 前太子的死牢是一座真正的死牢 除了国君 无人能出入 陛下需要亲自进去吗 白金红问淳于傲 臣妾不知牢里是个什么样子 但想来不会很好 陛下身子抱恙 还是不要进去的好 该如何把人带出 让下人去做吧 淳于傲看着白金红这张年轻的脸 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其实他特别想把这张脸给撕毁 想让白金红变成跟他一样 一样的老 一样的丑 一样的快要死了 可是他又有点舍不得 因为他喜欢看白金红的脸 他还指望白金红替他生孩子呢 怎么能让他死了 都说他是扼杀亲体才变成的这样 他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心里总有一个疙瘩 他怀疑自己的衰老 其实是和白金红有关系的 但是他没有证据 他也不愿意相信是白金红做的 他宁愿抱着一个幻想 扼杀亲体 请出前太子来镇压 镇压过后就会退去 他就又会变成从前 毕竟这衰老来得太快 想来去的也应该能快吧 金红 他开了口声音苍老 你把手伸给医官 给他们把把脉 看看有没有怀上姑王的孩子 他命令白金红 快一点 姑王宠幸了你这么些日子 按说也该怀上了 白金红没说什么 只把万身给了医官 那医官就特别为难 陛下 宫宴到今日才五天 五天是不可能把出喜脉来的 眼下微臣 也就只能替金红夫人 请个平安脉 淳于傲有些生气 但也没说什么 只点了点头 让医官把脉 医官在白金红的腕上 盖了一块布巾 然后伸手把脉 结果这一把脉 可把他给吓了一条 这位金红夫人 哪里是诊不出喜脉 他分析着这个脉相 分明是刚刚剁掉了一个胎儿 算算日子 最多也就十几天的光景 身子倒是没什么 挺好的 可这十几天前 刚剁掉一个胎儿的女子 这么快就能侍候国君了 还有 剁掉的那个孩子是谁的 金红夫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他心有疑惑 却不敢多说多问 他是个聪明人 这种时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管金红夫人经历过什么 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他收回疑惑的目光 沉了沉心许 开口道 金红夫人 脉相正常 身体康健 相信不久之后 就会有喜讯传来 陛下不妨再等上一段时日 金红夫人 怀上皇子 指日可待呀 淳于傲点点头略微放心 在看向死牢的大门 却犹豫着要找什么人来助他 各位听友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明灵 我这次的角色叫白浩轩 是一个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 多多给我留言支持我 谢谢大家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